婦人緩慢走在斑馬線上 而後方的白色舊車 通過路口時猛踩油門狂飆 幾乎沒有煞車 當場撞上富人 救護車迅速抵達現場 更緊張受傷的富人 抬上燈架 但到約前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而肇事駕駛艦撞到人 也不管從桃園和平路 一路開車逃往新北市五谷 甚至躲在女友家住處 而女友似乎知道事情鬧大了 幾乎下哭 蹲坐在電梯裡喉嚎大哭 但肇事的男友卻態度從容 還在一旁滑手機 白色舊車擋風玻璃破了個大洞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之大 警方事後巡現在五谷 發現肇事車輛 立刻在現場埋伏順利逮人 肇事男子否認酒駕照頭 警方懷疑對方有酒駕或是獨家嫌疑 但最無辜的還是高齡71歲的老夫人 只是早起運動卻無辜喪命 讓家屬難以接受 記者林中正劉志展桃園報導